另外还有一个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网上能轻易得到一款名字叫 小米兰婷pro加粗的一款字体 这个字体它的文件扩展名是常规的 HWT不是TTF 这款字体和我刚才和大家分享的 那个.ttf的文件是不一样的 字体的外形也不一样 这款字体要粗一些 我个人感觉不如那个加圆角的好看 这个加粗的字体我也会和大家分享 倒是一起放在网盘里 大家想要哪个自己选择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 小米兰婷pro加圆角的字体 我会把小米兰婷pro加圆角的那个TTF字体文件 还有刚才看到的那个加粗的.hwt的文件 都放到网盘上 并且分享到这个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给个置顶 大家可以自行去下载 怎么下载呢 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用电脑打开百度网盘 把我分享的这个百度网盘的两个文件 保存到你的网盘里 用电脑下载到本地 然后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把这两个文件发送到自己的邮箱里 然后打开手机 用手机里面的邮件应用 可以看到自己发给自己的这两个文件 然后再保存 然后通过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器 把这两个文件移动到先应的位置 并且做先应的改名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也是用电脑 电脑上安装一个华为的手机助手 也是先从百度网盘 把我的文件保存到你的百度网盘 然后下载到电脑本地 然后再用手机助手 通过数据线 把这两个字体文件上传到手机的对应的目录 然后再改名字 这两个方法我就不和大家演示了 下面说一下第三个方法 比较简单 就是在手机上安装一个百度网盘 也是先把我分享的百度网盘里的这两个文件 先保存到你的百度网盘里 然后通过手机的百度网盘应用 找到这两个文件 然后下载到手机里 这个ttf文件就是小米兰亭pro加了圆角的 另外那个加粗的文件 它的文件名是小米兰亭pro加粗.hwt 它的大小是6.81兆 保存到你的网盘之后 可以直接选中 然后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后 我们注意看这行信息 叫文件下载至这个目录 一直从0到前面我们可以忽略 直接看后面的叫百度net disk 就是百度网盘 这个百度网盘这个目录怎么进呢 还是先进入手机的文件管理器 然后到各目录 它叫内部存储 然后在这个目录 也就是各目录 找到一个文件夹 叫百度net disk 这个里面有很多路径 我们找到刚才下载的文件路径 可以看到这两个文件 已经在手机的存储里了 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们按住第一个长按 然后右侧会出现一个复选框 选择第一个文件 就是加粗.hwt的 然后点击下面的移动图标 然后点击上面的路径 回到华为目录 然后是SIMS主题目录 在这个目录点一下移动 在我这儿它会提示 已存在是否替换 在你的手机上 应该是没有这条提示的 文件移动完成之后 我们来到主题APP 然后进入字体刷新一下 就可以看到这款加粗的 小米兰庭Pro 接下来继续分享 ptf文件如何安装 还是先回到百度网盘的目录 长按这个文件 出现文件复选框 然后点击下面的移动 然后再来到华为的主题目录 我们要注意一下文件路径 内部存储下面的华为 下面的主题 然后是HW字体FUNS 在这个目录 我们点击下面的移动 这时候这款ttf字体文件 就到了这个目录 但是目前还没有生效 我们需要给它改名 但是在改名之前 我们需要一个操作 我们刚才下载了一个免费字体 官方的免费字体叫均形一页周 确认一下 叫均形一页周 目前这个字体并没有启用 在它没有启用的情况下 替换它的字体文件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均形一页周是个什么样的 在没有替换之前是什么样的 看完之后 我们再把字体切换回来 保险起见 切换成默认字体 字体切换成功之后 我们找到这个均形一页周 也是长按它 默认是选中 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更多 点击更多会弹出一个菜单 这个菜单里面有一个叫宠命名 我们选中之后 先给它来一个复制 一会儿省着敲了 然后把它这个文件名后边加一个old 横线old 这样这款字体目前是一个失效 不能用的状态 因为它的壳虽然叫均形一页周 但是它的字体文件找不到了 因为它的文件名改了 接下来我们再给小米兰亭pro 加圆这款字体给它改名 长按选中它 点击右下角的更多 弹出菜单 选择重命名 然后在这呢 要长按 也会弹出菜单 这时候选择粘贴 如果我们是手敲文件名 一定要注意字母的大消息 现在这个均形一页周.ttf文件 其实它是小米兰亭pro 圆角的字体文件 我们已经成功更换了内核文件 再回到主题 找到我的字体 这里面仍然有均形一页周这款免费字体 然后我们应用它 它的缩略图 它的文件大小 资源介绍 都是官方的均形一页周 唯独它的核心字体是更换了的 应用之后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已经成功的把小米兰亭pro 加圆角的这款ttf字体 安装到了华为手机上 做演示的这款手机是华为Mate 20 EMUI版本是10.1.0.135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关注收藏转发评论 我们下次再见